英鎊31年來最殘,英鎊對得未? 英國脫鉤,令英國股市組團一度大插8% 早兩天有跌起色的英鎊狠插 昨天已經有市民去了找換店撈英鎊 英鎊我們7月中去旅行 即見到都跌了就對了 英鎊由每英鎊對11.5港幣 最低是每英鎊對10.3港幣左右 創31年伸低,後來才回升少少 學生和家長要留意 當地大學一年交1萬3千鎊學費計 即是由差不多15萬,減到13萬多 剝花一萬多元又多 不過專家估計英鎊未見底 所以建議留學或計劃去旅行的人 要用的時候才好對話 大師就不同意了 市場將脫鉤對經濟的影響 過分圈掩和加大了的嚴重性 所以我看就綁的沒問題 要大家千萬不要對英鎊的前景 存有太大幻想 在英鎊來說是沒有低位 雖然英倫銀行行長說 已經為退歐準備好 預備向市場注入2500億英鎊 穩定市場 不過評級機構說 英國退歐會拖累英國經濟 亦都有分析說 有部份公司會將總部 搬離英國影響當地就業 去英國留學 而且準備留下工作 或者打算去working holiday的人 要注意一下